肖战 杨阳除了是90后的顶流陆剧男神代表之外 也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超级严霸 而陆续崛起的95后新生代男星 其实也有不少超级大帅哥呢 以下网评最高颜值95后陆剧男星 吴磊第六 陈飞宇第五 徐凯进前三 冠军无人反驳 网评最高颜值95后陆剧男星top10 陈哲远 陈哲远自笑原剧暗格里的秘密窜起之外 就是许多人心目中初恋男神应该有的长相 他的少年气质特别强 水汪汪的眼睛又像小狗狗一样 深情的眼神让大家招架不住了 而且陈哲远也满适合古装的 他先前在杀破廊被路透的古装扮相就引起热议 颜值确实高 而陈哲远2022下半年和赵露丝合作 新剧偷偷藏不住 其原著小说可是进江文学城的超级火爆小天文呢 所以确认影视化时就引爆话题 虽然书粉对于陈哲远和赵露丝的选角不太满意 但两人的青春颜值还是蛮搭档 将陈哲远推向一线顶流的作品呢 网评最高颜值95后陆剧男星top9 王安宇 王安宇也被提名为95后新生代小生的言霸 他的五官秀气而精致 不是浓言戏但在镜头前却很亮眼 带点韩戏花美男的柔眉 却又有着脾帅裤爪的型男气质 不会过柔也不会过硬 同时还保有青春少年感 王安宇这一款的鲜肉帅哥在娱乐圈里不常见 所以记忆点还蛮强的 其实网络上有不少关于王安宇整过型的传言 若真是整过 还真不得不佩服整得蛮成功的 超级自然 他是目前被视为大爆火的95后潜力股 分别合作金晨 杨颖等知名女星 资源超级好 王安宇是李线的同门师弟哦 网评最高颜值95后陆剧男星top8 刘浩然 95后的高颜值小生当然少不了刘浩然啦 浩然弟弟也不是那种让人一眼惊艳的浓言戏帅哥 但长相却十分有机一点 他最著名的特色就是两颗小虎牙 笑起来少年感特别强 而这两年刘浩然逐渐退去青涩气质 散发出一股金玉感的男人魅力 越来越帅了 刘浩然被网友公认为95后最具实力的演技派男星之一 拥有多不高知名度代表作 让他闯出名号的就是电影《唐人街探案》 不同于其他95后小鲜肉 刘浩然一直都比较专注在大萤幕 网评最高颜值95后陆剧男星Top7 陈兴旭 陈兴旭的颜值也备受网友吹捧 他的长相就是典型的浓眉大眼 那双眼睛电力特别强 在东宫许多眼神系都十分代改 不过陈兴旭也被网友吐槽颜值忽高忽低 他胖的时候在镜头前特别明显 尖下巴瞬间变方形脸 不过瘦下来又立刻重回颜值巅峰 胖瘦看起来像不同人 1996年出生的陈兴旭是童兴出身 但不像吴磊那样有国民度 他是到了东宫撞红后才被大家记住 目前有山河表里 萧启清攘 两部库存 他的带播剧都有高人气 只可惜单改剧山河表里不知道能不能播 网评最高颜值95后陆剧男星Top6 吴磊 吴磊当然榜上有名啦 过去吴磊总是给大家国民弟弟的印象 但自从长歌行后大家发现吴磊长大了 从青涩男孩逐渐蜕变成成熟男人 这股熟男气质在新汉灿烂月升沧海就更明显了 满满的境遇野性荷尔蒙气息 眼神实在太会聊啦 吴磊凭借新汉灿烂月升沧海人气窜生 让他往流量之列迈进了一步 以往多是一亩粉 现在又多了女优粉 可能是窜生的太快了 最近吴磊的绯闻一爆再爆 不知道是不是对家盯上了 网评最高颜值95后陆剧男星Top5 陈飞宇 大家知道青春期的陈飞宇是个胖小子吗 后来他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减肥成功 从无人在意的胖男孩 变成现在这样精致帅气的美男 果然每个胖子都是潜力骨 陈飞宇因着大导演爸爸陈凯歌 自出道以来就备受关注 被视为金圈少爷之一 新二代的光环让他受到不少质疑 但陈飞宇的演技 在众多95后小生之中算是稳定的 点燃你温暖我 这部剧火得一塌糊涂 豆瓣开分竟然高达7.2 简直让人惊掉下巴 从国产偶像剧的角度来看 这部剧绝对是佳作中的佳作 跟整个国产剧比也毫不逊色 网评最高颜值95后陆剧男星Top4 宋威龙 宋威龙的帅实在是太抢眼了 第一眼就不得不被他的神颜吸引 深邃的五官加上精致的脸蛋 几乎是360度零死角的帅 1999年生的宋威龙 长相特别成熟 没有其他95后男星那种青春少年气 但也不是那种过熟的熟男感 还是保有微微的青春气质 却又不会太小孩 整个人特别有魅力 之前宋威龙陷入合约纠纷 和老板于正正式对簿公堂 原本下一站是幸福 以家人之名让他人气暴涨 可惜后面没有作品跟上 导致他现在人气又下降了 许久都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 去年拍完仿生人间 在剧中饰演的承诺是一个心思缜密 头脑冷静的调查员 之前都是靠颜值出圈 这次剧中的宋威龙却让人眼前一亮 尤其是通过微表情传递的内心戏 拿捏得相当到位 让我们期待他的新剧吧 网评最高颜值95后 录剧男星Top3 徐凯 徐凯也是豆瓣评选的 新一代四大颜霸之一 他的颜值真的很高呀 徐凯就很典型的浓颜戏帅哥 他精致的五官 在镜头前特别醒目 而且很适合拍古装剧 每次只要是徐凯主演的古装剧 都会备受关注 谁不爱古装美男呢 所以徐凯自《言喜攻略》爆火后 几乎每一部剧都是古装 徐凯的《神言》很能驾驭造型 不管是《言喜攻略》的剃头造型 还是上时的《明朝》造型 或是从前有做《灵剑山》的仙侠造型 烈火军校的民国造型 在他身上都能帅得亮眼 只要不要变胖就行 他在千古绝尘被吐槽变胖 拉低了颜值 网评最高颜值95后 录剧男星Top2 王赫帝 王赫帝也被评选为新一代四大言霸呢 虽然之前他在《御龙》被吐槽横采 但大家看不下去的其实是他呆板的演技 因为面瘫 所以连带影响了古装扮相的观感 但其实他的古装扮相是好看的 像是近期在《苍蓝绝》就满亮眼的 浓眉大眼 五官精致 眼神自带电力 换回时装也是个超级型男 1998年生的王赫帝凭借新版《流星花园》出道 虽然目前人气不如其他95后新生代男星 但后续发展也不容小觑 之前在《苍蓝绝》就满圈粉的 角色加成的效果下 让他收获了人气 网评最高颜值95后陆剧男星Top1 王一博 95后的高颜值陆剧男星当然少不了王一博 王一博的帅是低调的 内敛的 追陈情令时大家都会先注意到肖战精致的神言 王一博的帅气被忽略 而且许多人觉得他似乎不适合古装 但王一博是越看越帅的 帅得有韵味 主要也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酷爪又高冷的气质 让他整个人显得与众不同 王一博在风起洛阳后 又带着新作品《冰与火》回归 这次挑战刑警角色 感觉演技又进步了 而目前王一博的发展重心转向大荧幕 陆续拍了《无名》 《长空之王》和《热烈》等电影 今年追风者也是在爱奇艺战内热度破万 其中王一博的演技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 甚至有人大胆预测追风者会成为王一博的冲奖之作 这部剧的高人气有目共睹 拍播以来收视率一路飘红 很快突破记录 成为爱奇艺2024年首部热度破万的作品 排网双爆 创下收视新高 大胆青 0 大胆儿